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这个苏联模式和这个世界主流文明和联合国确立的二战之后联合国确立的人权价值和朴实价值和这个世界人权宣言渐行渐远 中间有一些波折 比如说江泽民在90年代的时候为了欺骗国际社会 一度在口头上要向联合国的价值观靠拢 但是现在习近平上来 执政五年之后 在各个方面全面背离人类为名 那么背离朴实价值 气不假 这是习近平重点要做的一个事 那么现在这个趋势没有任何扭转或者是回头的迹象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未来的大概五到十年当中 中国会越来越远离朴实价值 这个就包括践踏法治 迫害人权 中国会进入一个黑暗时期 除非有突变 除非有高层 有重大的政变 或者是人民有造反的行为 对于人民造反 人民起义 人民革命 或者说民主革命 民间有很多看法 那么压倒多数的看法是悲观的 绝大多数认为民主革命不可能成功 这有各种各样的假说来解释 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我们中国人是在热兵级时代 是推翻不了共产党 他们发明了上百种不同的说法 民运里面也有跟他唱贺的 暂且暗下不表 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那么在中国 中国老百姓能看到的大事 可能是这个孙政才被正式双开 我的老乡 农学博士 这个是温家堡总理 一手提拔的一个接班人 准备要接习近平李克强的班的这么一个人 据说相当优秀 因为薄熙来被干掉之后 他被放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大家都知道了 习近平现在搞的就是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唱红打黑 就是红二代嘛 就是要继承所谓红色基因 就是这个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 把富人宰掉吃肉 就养猪一样把富翁养起来 民营企业家光贵这样的 定时的就给你宰几个 才能吃肉嘛 这就是共产党从一起家 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剥夺私有财产权 这是共产党一开始就确立的 红色价值观里面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薄熙来把这个东西唱的是人人皆知 薄熙来由于偶发事件 垮台之后呢 习近平捡了个大便宜 习近平现在做成了老大 那么老大之后呢 他要接这个摊子啊 大家以为他会走一条背离薄熙来的路线 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了 习近平就是要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所以说他把这个温家宝提起来的这个孙政才 放到重庆市委书记 放到重庆那个市委书记那个位置上 你让这个孙政才怎么弄啊 那么孙政才如果老老实实的肃清薄熙来流毒的话 把这个几千个冤甲村案 就是薄熙来搞的那个民营企业家 所谓唱哼打黑打掉的那些富翁 全给平反的话 那肯定不行吧 所以最终孙政才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是对的 符合常人的这个推断 因为你要干的话 那个习近平更恨着你啊 他什么都没干 这就是仿效习近平在浙江 在上海的作为 习近平也什么都不干啊 他就是不犯错误 他不犯共产党的错误 那么他生存下来了 孙政才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的后台不硬啊 说明温家宝总理要出事了 所以他们搞掉了这个孙政才啊 这个对于温家宝 以及温家宝派系 这个是个极为不利的信号 因为温家宝也是金融四人帮之外的 另一个重大贪腐集团 那他也是非常贪的非常厉害的 那个贪污啊 那个数额啊 金额啊 可能不比这个这个王岐山啊 孟建柱他们这些家族小 所以温家宝其实随时被牺牲掉 拿出来作为再打一个大老虎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步棋 也可以只要隶数温家宝的这个 贪腐的罪证 老百姓都会赞成啊 好啊 打温家宝大贪官 因为过去纽约时报也报了嘛 也报了温家宝 贪腐集团 那么他的家人也都是参与重大金融诈骗啊 金融洗钱啊 官商勾结啊 可以说这个这个证据都是确凿的 但是啊 温家宝宣布啊 造谣我要告你 也没下文了吧 那么现在 郭文贵报了这个王岐山孟建筑之后 我们就起码看看你王岐山就表个态嘛 那你表个态嘛 那是说你搞了这么多明星 说你海航这个事是板上钉钉的 你别听那些五毛啊 那些特务啊 那些呃 那些这个盗国贼的这个梦工厂啊 那些黑客部队 他们给你讲的东西 海航最新的进展是 拿了一百多亿 在纽约成立了一个 非盈利的一个慈善的慈航基金 啊 这个钱呢 是按说呢 如果是确立成一个慈善基金的话呢 这就意味着啊 他当然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法律制度下呢 享受很多免税的一些 呃 一些福利 但是也同时表明他的性质 这笔钱就属于社会了 这笔钱属于社会 啊 这就是呃 这就是温家 就是这个王岐山这些呃 也也这个海航 这些盗国贼啊 把中国的财富 因为他这个钱啊 因为这个陈锋是王岐山的秘书 啊 当建行的时候 他的秘书 那么陈锋通过王岐山的关系 从中国的银行里边 咱们中国银行的钱是随便印的 啊 咱们印了这么多钱 这个陈锋把这个钱带出来之后 他再也不用还了 他就换成美金到国际上是购量 购置大量的资产 同时成立了几百个不同的 类似这样的基金 这些钱呢 说起来最终啊 应该是属于美国社会的 属于美国社会 属于美国的公众啊 这个钱 所以说他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那么按说的话呢 这个钱呢 将来他们得敲不敲的在美国啊 敲不敲的 让这个基金的受益人 去享受这个钱 这也是钻空子啊 这个如果没有人举报 这个是可能能做成啊 如果有人举报 这是进步的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灰色空间 那么美国有可能把这个钱去冻结了 美国是一个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这个制度啊 如果这笔钱是私有财产 不大会轻易给你没收啊 会冻结 那么冻结之后 光安贵作为一个个人 也拿不到这笔钱 他拿点奖励是最多了 真正能拿到这个钱的 必须得有一个中国人民的组织 就代表全中国人民 哪怕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反对派 有一个党 有一个团体 可以来代持这笔钱 这个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作为个人 是不太可能拿到这笔钱的 所以说这是次行基金 现在又面临着这个美国社会 因为已经有人爆出来了 有人在追这个事儿 所以说这个盗国贼啊 庆祝难输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王岐山 孟建柱 这个甚至习近平没闲着啊 人家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都开到北京去了 他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一个这么一个信号说 你看国际刑警组织啊 跟我是一家 你们谁反共 谁跟我造反 你跑到哪儿去 我给你带回来 这就是他想向中国人民 就是散播的一个假消息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这样的 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它本身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注意是非政府组织 他现在因为这个组织很缺钱啊 所有组织都缺钱 那么中国政府呢 现在有大笔的钱可以收买这样的组织 那么他就把这个组织花了大概六七千万的这个欧元的年费 把这个组织是给买通了 那么把这个会开到北京去了 那么他的当然主要目标是研究一个对策 怎么样让美国来屈服 美国是不怎么尿他的 美国的这个 所以郭文贵虽然被通缉了两次 那么在美国不还是过得好好的吗 美国不尿他 那么这次美国的代表在北京的会上发言也强调了一点 就是魏京生先生从四月份以来一直大声疾呼的那个观点 就是说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它不应该介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斗争 也就是说那些任何一个国家受政治斗争迫害的人 比如像郭文贵这样的人 像魏京生这样的人 包括像我这样的人 受政治迫害的人 不应该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对象 就是这个信号 这个美国的代表 司法部的代表 在这个会上发言 在接受的时候重点强调 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 我相信中国的媒体绝对不会爆这个东西 因为爆了之后 他这个花招 中国花钱开这个会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所以中国人不知道 但是这一定要强调 美国是要求 而且在中国说得很清楚 要求这个组织不要介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斗争 凡是受政治迫害的人 不应该让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去发这个通缉令 发这个红色通告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你从侧面你能看出来 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滥用国际组织的名义 去忽悠中国老百姓 抓捕像这个光贵这样的政治犯 他是不遗余力的 而且是下了血本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据说很快 中国国安部长郭升坤 中共的不是国安部长 中共的公安部长国务委员郭升坤 要到来美国 要跟美国对口的 要谈这个具体的司法合作 因为现在中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在美国 被美国抓住了 美国很想把人送去 因为川普的政策 就是要把非法移民全你妈的给我赶走 这是他反移民的 那么中国呢 跟墨西哥政府一样的 我们不承认这个 我们不承认这是我们国家的人 因为这些移民到了美国 他就把护照撕了 他不承认的话 他说我台湾人 你给我弄台湾去吧 反正我也没证件嘛 所以这个美国是要求中国政府配合 来接受这些被抓住的非法难民 这个 因为你要是不接受呢 那么多少年之后他也生孩子了 甚至他也工作了 你还得接受他 所以这是一个司法难题 中国政府就愿意 可能是通过在这方面做让步 甚至在北朝鲜的非法难做让步 换取川普当局 把郭文贵给遣返回来 这个可能是中国一个企图 能不能达到目的呢 我认为达不到目的 但是也很难说 因为美国政府里边能够被蓝金黄啊 被一些利益收买的人也多的是 而且还有一些下野的政客 像班农那样的人 他虽然只是一个公民 他已经不当白宫高级这个顾问了 但是他也到北京去到香港去赚钱了 王先生还专门召见他 所以这里边的猫腻啊 这个肮脏的交易啊 时时刻刻在进行 这个周末呢 纽约的这个所谓民主革命大会 唐普强强大会召开了 也没出什么大事 基本上和我前面会前 对他的预料是一样的 我认为就是一个空谈会 空谈 和真正的民主革命 没有一毛钱关系 新浩年教授曾经说 要允许唐普强革命 这句话当然是对的 有的人呢 是不允许唐普强打着民主革命的名义 去募捐 去开会 去浪费钱 去空谈 这个是两个都对 两个都对啊 所以这个大会我就不评论了啊 没啥意思 我们的三千个县运书记 开会的时候 可是要以这个为教训 我们不能够开这样的会 花这个募捐人的钱 从这个听众 观众当中 募捐来的钱 到那个最豪华 最贵重的地方 做那个豪华旅馆 然后弄一个 别别去这个小房间 招个四五十个人 很寒酸的 那个投影的异想设备 都是最差的 也听 声音也听不清 吃的是最糟糕的饭 然后也睡不醒 也睡不好 想去看的会 周围停车都停不下 所以这种地方 开政策会 纯粹是糟蹋钱 纯粹 如果有大富翁资助啊 这个是令 在说 如果说靠向会员 向听众去募捐 去开政策会 纯粹是浪费钱 我绝对不主张 国内的三千个县运书记 要开会的时候呢 一定要走实惠 走隐蔽 走安全 可以到一个农场去开 到一个农家乐 三四十个人 二三十个人 什么事讨论不了 而且真正民主革命的大事 不能够公开的开 不能够大张旗鼓的开 不能够到北京王府井那去开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要走实惠的路线 具体说这个 三千个县运书记怎么搞 我会抽空啊 做个直播 所以从YouTube订货 赶快订上 你订了我的这个YouTube呢 你能得到及时的通知 我可以随时直播 为了防止被黑 所以天也黑了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10月1号2017年 咱们再聊抽空